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春 今天呢是一个特殊日子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暴雪的首款FPS巨作 守望先锋进行压力测试 作为一个啊 作为一个预购的玩家啊 我也是可以 这个首先呢 进入这么一个呃测试的环节 我们就一块来看一下这款啊 不同寻常的这个游戏怎么样 由于这边我也是下午自己玩了一段啊 玩了一会儿 所以说也是知道怎么玩 这边呢 哎 由于我技术还不是很好 所以说咱们这边呢 打一局简单的电脑啊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游戏的魅力 我觉得这个游戏 它不像是传统的FPS游戏 只是简单的这个呃 这个简简简单单的这个 这个打打枪而已 这里面呢 有很多的职业啊 每一个职业呢 都啊 英雄啊 英雄每一个英雄呢 都有他的特色 而且比如说 这里的这个死神 他只能用线弹枪啊 他手里这个枪呢 就是线弹枪 呃 只能打进战的 而这边的这个狙击手呢 他只能打狙击 就是说 要根据队伍啊 这边有 呃 四个队友啊 五个队友啊 五个队友 我们要选一个什么呢 我先看 先选一下 我们选这个麦克吧 选这个 这个我比较喜欢 这是一个牛仔 我先喝口水 由于这个游戏比较大 所以说 我这边玩起来 也是比较卡 呃 是一下子把线弹枪全打完啊 这个动作像不像 像不像这个赶死队里边的那个 那个 那个叫什么嘞啊 石太龙啊 对 然后这个 这里面的大招呢 是通过呃 Q键 E键和Shift 这主要这三个功能键来完成 另外近距离呢 可以用的这个 用这个拳头啊 近距离可以用拳头 好了 呃 大家来感受一下吧 啊 好了 那么时间倒计时 五四三二一 我们扮演的一个进攻方 我们现在要发起进攻了啊 哎 开门 出拂 好 这个车看不上帅 啊 这车帅不帅 我感觉爆雪做的这个游戏 还是比较不错的 好 这边一个死神看不上 哎 这个死神比较厉害 他会这个隐形 他已经哎 他已经不见了啊 跟上大部队 我们是防守方 我们的任务呢 就是保护那辆车 好不 我们是进攻方啊 我们的目标就占领那辆车 好 这里一个炮塔 我们可以对着他 狂 啊 狂点 好 他被干掉了 由于这边打的是简单电脑 所以说对手还是比较菜的啊 哎 这这自己人啊 自己人 好 我们只要站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等着这个进度条完成 就算是站立完毕了 这个任务可以交给队友来干 我们去抢人头啊 这个简单电脑呢 我觉得打起来是非常简单的啊 就就正面跟他刚就可以了 哎 看到这一个有一个敌人 对着他一阵狂打 没有打死 可以翻滚一下 再来一发 哎 又被打死了 好 这是一个 哦 这是一个 这个叫什么 我忘了叫什么了 他可以把人拽到面前啊 哇 哇 我都被打猛了 好 这里有一个 不是 拽 我们的这个 哎呀 这个一个人 他没有抢到啊 我们这个shift剑呢 这里边shift剑呢 是冲刺啊 呃 每一个英雄的shift都不一样 这个英雄的shift呢 是往前翻滚一段 啊 迅速翻滚 翻滚一下 然后这个子弹呢 迅速回满 所以说这边一个右键 这个子弹打完以后呢 可以接着一个反滚 再补一下子弹 再来一个反滚 好 我现在呢 连杀五个人了 另外呢 可以扔一个一闪光弹 然后他一下被炸懵了 好吧 我是在炸自己人啊 总之我就是说一下这个 我只说一下这个操作 好 这里有一个辅助 这个是一个辅助 这个可以给队友加血 哎呀 我已经被打的 已经是眼花缭乱啊 这个游戏的特点 就是节奏特别的快啊 画面非常的 非常的炫酷 发现一个敌人 然后这是个死神 直接给他爆发 我们可以放大招了 直接一枪秒杀 哎呀没打到啊 这个 这里边的Q键呢 就是相当于大招啊 相当于这个 呃 怎么说呢 就是 蓄力啊 蓄力 然后用来秒杀别人的大招 这里有一个 哇 我感觉 应该打不到啊 这边有点卡 好 这边一个炮台 一枪给我秒杀掉 我比较喜欢用右键 因为右键的话 是一个爆发型的 一下开好多枪啊 但是他的缺点 就是精准度不高 好 这就获得胜利了啊 如果是打一个 人 打一个PVP的话 一局可能要打20分钟啊 那么打一个简单电脑 然后这边一波直接推过去 直接获得胜利啊 好 这边的就是电脑啊 电脑后的胜利 这是一个英雄 他的他的技能呢 就是把对面拉过来啊 拉到面前 然后 然后打一枪啊 然后然后用这个线弹箱呢 他现在的这一招 好像是大招啊 反正就是很牛逼 很炫酷了啊 由于这个打的太快啊 也是没什么意思 我们去打一个这个 打一个中等难度的敌人吗 好 这边 呃 我们打一个 打一个中等难度的啊 中等难度的 打一个中等难度的电脑 这边的英雄呢 有很多啊 每一个英雄呢 都有自己的特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游戏 他就不像是那种传统的FPS游戏 只是简单的啊 啊打打枪怎么样的 他这里面是很复杂的 而且需要很强的团队配合 里面的在阵营的选择方面 如果每啊 每一个英雄都是要有优势互补的 比如说一个可以上去当这个 当一堵当一堵墙啊 当肉盾 然后后面呢 可以有个狙击手 在后面可以有一个加血的 反正怎么说呢 啊 更像是那种 mobile游戏 就像这个英雄联盟什么这种推塔的 只不过把他们第一人生化了而已 啊 然后另外这个游戏感觉操作起来是相当的 相当的难的 好 我们先看一下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 我只会用这几个英雄啊 因为这边一二三四 这十几个英雄啊 我只会用这几个 刚才这个是打手枪的是吧 咱们再选个打狙的 这个妹子是一个打狙的 当然了 他也可以 哇 看大家可以看到右手边啊 狙击手太多了 防御型英雄太少 然后 然后这边队友呢 可以根据这边的骑士进行修改 反正我们就打狙啊 好 我们这把枪不仅可以打狙 左剑的话是一个步枪啊 右剑呢 是一个狙击枪 然后随着这个蓄力 然后威力会变得更大啊 一枪秒杀 然后他的shift的剑呢 刚刚的那个英雄是往前冲 那这个呢 是一个钩子啊 可以一下钩住上去 跟蜘蛛虾一样 非常的炫酷 可以轻松的上各个的高台 然后在高台上呢 进行击杀别人 然后另外他的意见呢 是扔出一个地雷啊 谁踩到谁就倒霉了 另外另外就 另外就没有另外了啊 我们现在出发 我们是一个狙击手 尽量躲在后面 不要冲的太猛 像这种高台 我们可以直接上来啊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游戏 这个感觉非常的炫苦是吧 哇 这是上天如地的 当然了 这个技能是有冷却时间的 我们这个钩子放完 要等十秒钟才能再放第二个钩子啊 好 现在钩子完了 我可以再放第二个钩子 好 直接上来 好 看到一个红色的敌人啊 这不是敌人 好 我们敲一下躲在后面 哎 什么 已经发生了混战 我们可以躲在后面收人头 哎 我好像会发现了啊 就扔个雷过去 由于这边开始平台有点卡 这个鼠标呢 也是不是很灵敏 好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近距离的敌人 我们这个是狙击手 所以说尽量不要跟他们正面刚啊 尽量躲在后面 哇 好 就一个 哇 我受了一 我们有200滴血啊 不要觉得200滴血很多啊 因为200滴血呢 也是分分钟就没有了 另外呢 另外这里边这个 呃 血最多的可以达到1000滴血啊 哇 哇 这个东西正面刚刚不过的啊 这是一个不瞎 哇 这是死神 这也是个近距离的 近距离的英雄啊 我们跟他正面刚是很吃亏的 我们先撤一波 这个时候寻找加血点 那在地图上的各个角落里都有这种加血包 你随时可以吃 吃了以后呢 且就回满了 而且 每一条路呢 都有四通八达啊 都是有各个的位置可以偷袭的人啊 这边的火力有点猛了啊 我要再撤一波了 我这边呢 不血包还没有补完 我们可以等一会儿 好吃上了 哎呀 我正心 不多不说这个 这个FPS游戏跟其他FPS游戏感觉不一样 感觉难度是比较高的 而且这里面 这里面打到 打人也挺难的 因为他们移动速度都太快了啊 我被 我被这个胖子给揪住了 好可以放大招了 我的大招呢 是 哎呀 这个大招还 这个大招是一个辅助型的 就是所有队友呢 那个都能看到敌人的位置 像他一种透视的存在啊 这算是一种辅助性的 刚刚被死神打死了 死神这个英雄 他的就是 手里拿着两把线弹枪 大家都知道 线弹枪近距离太厉害了啊 你跟他打近距离 简直就找死 我们可以上这个高台 好 这里视野并不是很好 这还有一个天望眼镜啊 好 回到主战场 回到主战场 好 准备一个敌人 快把他放过去了 哎呀 随意开火啊 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边一开摄像 一开录像就变得很卡 之前用的那种帧绿模式 在这个游戏里面用不了 好像是暴雪公司 他的游戏里面 自带了一种这个 防防防外挂的一种装置啊 他防止你内嵌啊 内嵌一些这个外挂程序 所以说 连是摄像软件都算是 他都认为是那个外啊 外部开启的一些东西 好了 我们这个任务失败了 好像是啊 然后第二回合开始 呃 所以说这边的这个流畅度 这个 跟跟那个 跟拍胜居是差特别特别多的啊 差特别多 这边卡的基本这个画面都是不流畅的 也很难说打中人什么的 不过今天下午 打了一下午 打到最后的时候呢 都渐渐找到手感了 尤其是在用刚刚那个英雄 那个西部牛仔啊 哎 专业打手枪20年 各种连杀 哎 那个那个那个角色是比较考验操作和手速的 你像这个英雄的话 狙击枪主要还是考验你的精准度的啊 好了 这是来到另一个地图了吧 我们先去占点一个直高台啊 可以用我们的钩子啊 一下勾上去 还好吧 没上去 我们的任务呢 是进攻那个点 其实不应该选狙击枪这个英雄啊 进攻方的话 当一些这个火力比较猛都比较好一些 好 只看了一个人 哎 打上他一枪 哇 人有点多的没 可以撇个雷过去 那不是雷那是一个障碍物啊 如果谁踩到的话谁倒霉了 哎呀 被发现了 好 哇 那边也有个狙击手好像啊 那边好像也有个狙击手 啊 不知道没有打到 但是 没有队友上 咱们也不要太太鲁莽的上啊 打狙击手 打狙击手还是 哎 好 一个暴头 打狙击还是尽量的躲在后面猥琐一下吧 这个毕竟比较脆 哇 好 我们准备上啊 队友都上了 我们要准备上 咱们可以勾子勾上去 哎 上去 好 这个点已经被我们占领了 赶紧在这个地方呢 占领 胖子来了 收掉他 好 收掉他 鹿霸 这个家伙叫鹿霸啊 我们可以开下大招 然后这种所有敌人的位置呢 都一目了然 他们无处可躲 看没有 无论躲在哪里 他们都是直接位置暴露的啊 我这个大招 就是这个英雄的大招是一个辅助型的 在这个游戏里面 辅助型人才真的非常有必要 比如说在里面有一个职业 就是专门给队友加血 什么也干不了 只能给队友加血啊 当然了还可以那个 还可以那个 把敌人的这个位置呢 改一下 就是他打 他的枪呢 打出去是没有伤害的 就是说不掉敌人血 但是可以让敌人呢 打的敌人往后退 好 大部队来了 我去 快跑快跑快跑 哇 死地不许久留 快跑 赶紧跑 好 这个钩子呢 救了我一命啊 咱们准备冲返战场 看一下敌人在哪里 在这 哇 这是一个士兵啊 士兵算是一个比较中庸的角色 他这个士兵的这个角色 算是比较中庸 好 我就连续下面五个人了 这边又来了一个机关枪 哇哇哇 要死要死要死 哇 这个节奏还是非常快的啊 这么一个小坦克 啊 我是一个狙击手 我不要打步枪啊 要要要 我还有一滴鞋 我还有一滴鞋 这个时候呢 赶紧吃个加血包 好 贵了76滴鞋 但是还是不够的啊 还是要再吃点加血包 找一找 每个地方都有加血包 由于这个游戏是没有小地图的 好 这个是个步兵 由于是没有小地图的 所以说 尽量这个 要背 要背地图 好 我们在远处偷袭这几个 双杀 哎呦 哎呀 主要还是一点卡 主要还是一点卡 打的不是很准 狙击枪这个 对你的精准度要求非常的高啊 好 又来一波 这个这个 咱们不要正面钢啊 咱们不要正面钢 先撤 哦 谢 他要死了 对 及时帮我加一下血 不是对我加 不是对我帮我加血 我得自己加血 因为我们这个阵营的话 是没有奶妈的啊 是没有给我加血的 好 获得胜利了啊 控制目标点 第二回合是获得胜利了 现在是第三回合啊 OK 我们准备再次进攻 然后这边的地图又换了 看没有地图又换了 可以跟队友们打个招呼啊 可以跟队友们打个招呼啊 可以跟队友们打个招呼 这个的话应该是对 我的队友都是人 然后对面是电脑啊 人机对战嘛 这边的队友都是 都是人 跟队友们打个招呼 没有人理我 好 我们可以换个英雄了啊 我们可以换一个别的玩 这边呢 我还有一个玩的比较6的 就是这个死神了啊 这个死神近距离非常厉害 他这两把枪都是线弹枪 大家都知道线弹枪啊 近距离简直超神 但是他远距离根本打不死人 所以说他的 他的这个shift剑呢 也是配合他这个技能 可以隐形啊 不是隐形 就是无敌啊 无敌的状态 悄悄的潜过去 在这一段时间里呢 对对方打你是不掉血的 你可以直接直捣黄龙 然后进行近距离的肉搏 然后另外他的意见呢 是瞬移 可以选择位置 然后直接瞬移过去啊 非常的非常的帅气 当然瞬移的话 瞬移的话 是不是无敌的啊 可能随时可能会死 这边有很多很多人啊 你们小心一点 哇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开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鬼魂的形态 然后飞过去啊 鬼魂形态一方面可以用来 撤退的时候保命用 也有也可以进攻的时候 又好 是一个胖子 这胖子也是个近距离的 所以说我跟他打开 要小心一点 尽量打得准一点 好 nice 干料啊 这家伙叫陆霸 他的技能非常的恶心 这个陆霸的技能呢 是把对手拉到面前啊 他给你拉到面前 然后一阵狂揍 好 这个点 哎 谁打我 有人在打我 场面已经非常混乱了 是自己人 这里边的换枪也 换子弹也是非常炫酷 直接把枪扔掉 看没有 直接把枪扔掉啊 太奢侈了 OK 尽量在这种 比较狭窄的地方啊 近距离交火 咱们是站上后了 好 哇哇哇 来了 准备撤准备撤 这时候一个shave的剑 就可以准备撤了 顺便可以吃个假血瓶 好 收掉一个人头 是不是我收的 我也没看到啊 好 我们要手下这个点 好 消灭五个人 像这种远距离 其实就是完全靠运气了 完全靠运气了 有时候能收个残血 好 又是一个屁股 好 直接 队友比 队友比较厉害啊 队友比较厉害 没有攒的这个 施展拳脚的地方 好 现在呢 我要悄悄地摸到 他们的老窝里来 哦 shit 人有点多 先撤先撤 好 我们一个shift呢 撤了 好 我们现在技能冷却完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招 特别的炫酷啊 首先我要找一个人多的地方 然后放下大招 漫天飞舞 好 给大家看一下 哎 没有人呢 等我找到一个敌人 可以放一下大招 给大家看一下 好 在这里 看好了 漫天飞舞 哎 怎么掉下去了 哦 shit 哦 这口井 没没没注意啊 不小心掉下去了啊 你看这 这个还是比较帅的啊 这个 这个大招了 就是 拿出手枪 向四周呢 一阵乱射 被射到了 就直接就死着了啊 虽然这个 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但是这个动作 还是比较炫的 好 刚刚不小心 这个掉到坑里 把自己摔死了 好 我们继续再来复活啊 复活 再回到这个战场上 呃 来吧 好 又回到我们的战场上了啊 我们要防守这个点 但是尽量 但是别掉下去啊 哇 这个有点远 但是我们也可以打得到啊 但是掉的鞋会比较爽 不要紧 好 我们可以前行前行过去 开始收人头 近距离收人头 好 已经被收掉了 队友好厉害 完全没我什么事啊 好 获得胜利啊 防守方的话 只要监视到时间 时间到就可以了 OK 那就 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 那个死亡先锋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还是非常丰富的啊 非常这个 有趣的一款游戏 那么最近我也 你在研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英雄 他是一个炮堂 是一个那种堡垒 在这里架好机枪以后呢 只要啊 只要就是加特雷嘛 你就开着扫就好了 这个游戏 他不像很多FPS游戏 需要花钱买枪什么的 这里边每个英雄 只能用他自己特有的枪啊 你该用机关枪的 你就不能用狙击 你又要用散弹 你就不能用手枪 反正这里面只能用啊 只能用他属于自己的枪 好了 那这就是我们的 守望先锋啊 就给大家看到这里了啊 因为现在是压力测试 这两天的话 只有啊 只有预购的才能玩 那么过几天的话 是过几天的话 就攻测了吧 啊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反正很快了 这边有好多好多的英雄啊 非常丰富 我到现在呢 也没有研究明白几个 OK 那么那么本期视频 就给大家在这里了啊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对这游戏 感谢就可以研究研究 只不过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这边的路上眼镜呢 玩呃 录制这个游戏呢 它会稍微有那么一点卡 所以说这个打起来 跟我自己玩的感觉 还是不大一样的 包括拿那个狙击的时候 我就感觉明显感觉 打不到它 好了 呃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